大家好,我是康哥 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 小便经常封叉的人 要当心患伤这种病 正常的人小便 它是十分的流畅 偶尔会出现一次封叉的现象 也是属于正常的 当时经常性的发生封叉的现象 就要注意 它是不是前列腺出来问题 前列腺增生以后会影响到盘尿 尿道受到增生的前列腺挤压 它就会产生排尿风叉的现象 特别是中老年人 前列腺变得飞大以后 会出现尿道风叉的现象 还有排尿不称 没劲 尿贫尿急和尿系等等的这些问题 在天气冷的情况下 会更加的明显 另外除了上面的一个因素以外 还有下面的一些因素 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 一个就是尿路感染 感染了以后 尿道里面的由于水肿 它会出现尿 小便风叉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你包披肠的人 尿道口有异物的时候 和包披比较肠的人 都会出现风叉的现象 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排尿 第三点就是有花柳病 比如说尖锐湿油等性病 也会让我们的尿道长出吸入 就等于堵住了尿道口 就会导致排尿出现风叉的现象 最后给大家讲一点 不光是哪一种情况 出现的尿液风叉的现象 都应该早点上医院 去检查原因 早点治疗